以前在铺在内 总觉得回到家了过后 有两个人一起弄饭 煮火炉 洗衣服煮饭的 总觉得很有意思 吃饮料多多吃饭 煮火炉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宗 胖哥不在家的时候 我跟孩子们的生活都比较简单 比如今天中午 只有我跟他们两个带我去吃 就撸了一点小鸡腿 因为也好就没有吃那个卤味了 在外面卖的话都比较贵 还是自己卤起比较便宜一些 然后再炒两个小材就搞定了 咱们喜欢吃这个糖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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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点葱花更好看 现在我们要买葱就嫩了 现在撒点芝菜汤 就可以开饭了 现在把这个炉好的小鸡腿炉起来 这个我一买回来就开始炉起来 这个颜色还是露得很深 整个炉子晚上再放几个蛋放在里头 明天早上可以跟他们打下关菜了 快来 我两个看起来好好吃 好吃哦 好 来咧 好 来咧 好 来咧 还有碗汤了 做做做尴尬了 汤没汤 我滴了太久 好香哦 嗯 外面里面要买好几十斤哈 烤成那个鸡腿头都是 二十斤嘛 三十九斤 结果炒出来炒了 几块钱点没有太多斤 嗯 只要看到爸爸那个食品里头 他挫上那个胃好大哟 很辛苦的感觉 嗯 叫他带口罩了 他没有老师忘记带 嗯 他现在那个 以前最开始出去打工了 还是差不多 嗯 你以为他后来当管理 两个叔父都是一直都在当管理的啊 没有啊 他还不是想学 我看到他以前是两个 中国离间的 对啊 也是跟到去师父学会了技术 然后才去 才去自己去做 然后做了有好几年了 这个才教他去管理那些嘛 嗯 叔叔这个 反正转行就是不容易啊 就是要从头开始学去吧 我都有一点不同的都是 以前是我们两个一起出去打工 现在他个人在外面都有点 感觉没有人照顾的感觉 以前在乎在来 总觉得回到家了个后 这两个人一起弄 弄饭啊 煮火炉啊 洗衣服做饭啊 总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你要多多切皮 我晓得了 嗯 我这么多切 可是每会儿都带不上了 我们现在把车都带去 那你给我好想休息哦 你是不是烤钱 那边带一下就好了 是 叔叔你要来你也要努力啊 嗯 嗯 嗯 像是你以前你爸爸 我那个车工 就是那个 爸们车工哈 那个车工 那个车工费起来 那个比你了 灰尘的那儿 都耐力去 嗯 你没跟我说过 对啊 你还记得我给你说过他 有一次车工费到眼睛头家 还有一次都是 滚在镜子头 八刀起烫了 烫黑这个盆儿 嗯 所以说对于我们来待人来说 都是苦过来的 所以说对于现在来点的苦 都不算啥这种 快吃 嗯 你说我都吃两个了 你一个东西 分两个大姐 那锅头还有啊 不不在面咯 哎哟 哎哟 你再吃个嘛 还吃饱了 你不吃 你也讲的一样 是你爸爸对不起 那是他父亲姐 你别忘了 如果是努力切他的 下次我努点猪头肉 给他带过去 他喜欢吃猪头肉 努力切啊那些 他都不喜欢吃 我想吃猪年辈肉 所以年达 我吃完了 嗯 下桌子呢 慢慢慢慢吃 把骨头扔两个嘛 嗯 把骨头扔两个 所以你看嘛 我们两年没吃到好多嘛 菜也没吃好多 这个鸡腿一个吃两个都饱了 看来今儿晚上要继续哈 二妹回来又跟我一起继续 现在这个高竹城还是压力比较大哈 特别是一道高耐哈 可能基本上都没在耍的时间 都要做起读书 背呀背呀背 所以说他们 可能活动的时间都比较少了 一般稍微吃点饭都要长肉 在这里也感谢各位网友哈 在这个胖哥的视频下面 给他很多的意见哈 虽然就是说看起来 现在胖哥都比较辛苦哈 但是我们还是 坚定信念哈 又带着很大的希望去做这件事情哈 因为我们七年后八年后 那代人哈 都是能够吃苦过来的 所以说对于圆前那点辛苦 那点困难 是觉得很平常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我们还是保有希望哈 感谢各位网友的关心和支持 好我们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期见哈 拜拜 毛 你 摇